有一名閃閒他做夢是來夢記著十八兩條 在在清晴後 休閉近風來阻氣 弄著面臺的大條 結果 浪費來勒方 這是家裡一名有假動 習慣的民眾開著插頭車 來衝進到倒露時間封閉的路段 換的衝進路 眾人是紛紛閃閃 近風在情急之下是中在閃閒動起來 結果這台車車是弄著面臺的大條 車頭可以說是差不多都已經開去了 不過面臺的條是一點順暢都沒有 這也讓近風正說在閃閃當中 在望中所望見的空間就是這支新機條 所動閃閃開車 換衝進路 環境生化借人 那一輪車頭一片 弄上面臺的大條 車頭轉開 閃閃頭有個海 這名突然尾到旗幅 開到重車 在斷拉穿過道路時間封閃 嚇到眾人紛紛閃閃閃 緊急之下 驚慌趕緊撞車抓人 後表示最近睡覺都睡不好 而且在漏網前天的晚上 睡覺的時候還夢見18羅漢柱 犯嫌睡醒後百事不得其解 結果在犯案的當天開張車 試機準備作案時遇到警方盤檢 結果不慎撞上民宅 導致車回人受傷 這印證法網會揮輸或不漏 神明不會保護壞人 勸人要向上回歸政府 才是王道 被我們追跡多時 在超車攬查 對犯險 偏離行駛車道去撞上民宅 剛好撞到民宅的大柱子 柱子還絲毫未損 連一塊磁磚都沒有掉落 經過過程就採取電影真正一樣 京鳳最后在車上收出鑿磚海露音 相反就忘了後祝福 日前 這麼做夢 還還忘了18兩條 想不到是都想民宅大條的役條 因為都跟車頭都嚴重飛順 但是民宅的條子 少年一塊泰魯都沒有掉下來 也讓京鳳在說 這根本就是新幾條 這印信物人很開心 各位觀眾 蔡宏博登